家背的方向,家背的方向 欢迎收看今天的家联太平健康100分 我是Vivian 我们都知道年度健康检查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 但什么叫健康评价呢? 今天我们很开心,我们请到家联太平医疗网 七百多位医生中一位 都是内科专科医生Dr. Young来到我们现场 Dr. Young,你好 Dr. Young,我们今天请到你来 我知道你很忙,我们想请你和我们讲一讲 什么叫健康评价,STAR和HIDIS 多谢你,STAR顾名思义是星星program 美国医疗组织透过STAR Program 希望65岁以上的病人来看医生 做身体的检查 希望医生或者医疗网成为一个五星级的组织 等于我们住着酒店都希望做五星级的酒店 到目前为止政府给的星星是最高级的五个星 星星program是针对65岁以上的病人 HIDIS中文翻译顾名思义就是健康资讯医疗数据program 他们是针对64.9岁以下的病人 但不论STAR或者HIDIS 都是政府苦口婆心 叫老百姓 会员来看医生做一年一度的身体检查 德特洋啊我们知道 刚才你说了 对医院 对医生都是一个很好的评感 对病人本身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了 预防医生 预防治疗 预防检查 一般老百姓都不太喜欢去做 一般病人都不喜欢看医生 跟医生打交道 其实这些观念是大错特错的 政府苦口婆心 希望在预防方面加重精力 希望病人很多时候在预防之中 得到自己的医疗上息 如果有病人就提早医 政府发觉在预防方面 落重精力 比有病人才放精力 会减少很多成本的 所以希望每一位会员 或者大众 除了一年一度 慶祝自己的生日之外 除了吃大餐之外 不要忘记去看医生 做一年一度的健康检查 65岁的朋友 就跟医生说 我要做STAR检查 医生就明白了 64.9岁以上 你就跟医生说 我又要做身体检查 医生也会明白 ok 其实这个就好像年度的健康检查 我知道基本上 费用是不用的 是这样的 65岁以上 一般是属于红蓝卡 或者红蓝白卡 如果红蓝卡 应该就不用的 但有时候 可能要给office的 就是copy的20% 64.9岁以下 如果是HMO PPO等等 按照你的保险的规划 就是copy 就是看医生copy多少钱 10元15元 但希望病人 就不要看在这个钱的份上 因爲所得到的好处 絕对给copy的钱 是利益多很多的 是的 我们之前都有一集 介绍预防医学 这个健康检查和预防医学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所有的朋友 可以在有病的时候 很尽早发炎 没错 这个STAR program 或者健康资讯 program 是有很多问卷的 包括很多检查 包括有预防 大腸镜 PEP smear BMI 包括精神 和肉体上 或者生理 或者心理上的治疗 包括很多方面 所以你去到 有部分的表格 是需要病人自己填的 填完之后 医生会针对不同的项目 不同的结果 来做相关的检查 如果大家有问题 记住打电话 给你的家庭医生 和家庭医生 联络 你对他说 我一年一度的身体检查 你的家庭医生 就知道怎样做了 OK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记得 一定要提一下 你的家庭医生 或者他们很忙 或者他不能联络 像Dr. Young 建议很好 在你的生日期 提醒自己 身体健康检查 OK 没错 多谢Dr. Young 今天来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